近日,有消息称,微软将调整此前针对控制面板的调整计划 在Win11最近发布的Build 22538更新中 微软重新加入了控制面板的网络连接接口 这使得用户可以在控制面板中打开该工具 在此前的数个版本中 当前,微软尚未对这次改动进行任何说明 此前,微软曾认为控制面板和设置存在大量的重复功能 对于新用户来说这会增加其学习成本 因此,计划在Win11中用设置逐步替代控制面板 为此,微软计划采取一项长期战略 通过将控制面板中的选项逐渐迁移至设置中的方式 来逐步削弱控制面板的必要性 这一决策导致了老用户的普遍不满 而此次开发计划的调整